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阿庞功夫》 是注意这几个字的读音 《唐朝的渡墓》 渡墓自墓之号房窗,经兆万年人 二十六岁中进士,历官兼查御史,史官修传等职 也曾出生过黄州、石州等地的赤史 网唐的诗人和古文家,擅长长篇五颜古诗和妻律 渡墓出生于唐中国民主金兆杜氏 为西晋君士家杜裕的十六岁孙 祖父是唐朝著名的宰相杜佑 他受到祖父的影响非常大 渡墓的诗阴发俊爽,维稳由纵横傲言 多切金氏之物 在网唐成就颇高 十人称其为小杜,以别于杜甫 这是阿盘公父的原文 我们接下来就一字一字的看一看 六王币,六王就是六国的君王 列完了币,列完了四海一 四海之类统一了 就是中国统一了 行国统一了中国 鼠山雾,鼠郡的山就是四川的山 光秃了 阿盘出,阿盘公呢就出现了 负压三百余里 覆盖了三百多里土地 还是蛮大的 隔离天日 隔断了天上的太阳 立山北垢而西折 立山北面的垢柱 然后向西转弯 直走咸阳,一直走向咸阳 二川隆隆 两条大河,水势盛大 流入宫墙 流进了阿盘公的墙内 五步一楼,五步一座楼 十步一座阁 这个楼和阁还是有区别的 蓝腰慢回 游蓝的腰身像曼带一样回黄 颜牙高拙 乌颜的肩胛 这个颜 就是这个样子,这叫颜 尖牙向上崛起 各抱地势 各自守折地势 勾心斗角 这个勾心就是 木制结构里面相互的拉扯 相互的扣住 斗角呢,就是颜牙对皱 就是那个盐与盐之间对立着 就好像在向斗一样 盘盘烟,曲曲折折 军军烟,回回玄玄 风凡水窝 像风凡像水的漩涡 处不知其几千万落 处立者不知道 他有几千万座 长桥卧波 长桥横卧在碧波上 未云河龙 没有起云 怎么会有龙 复道行空 这个通道 这个路呢 行之在空中 不计河红 不是雨过天晴 怎么会有彩虹 六国被秦国灭亡 天下统一 四川的山林被砍伐关了 然后阿旁宫才建成 阿旁宫无数的宫殿楼阁 占地三百多里 把天和太阳都遮蔽了 北从栗山建起 再向西拐弯 一直通到咸阳 卫川和房川两条大河水次浩荡 流进阿旁宫中 五步一座大楼 十步一座高阁 游览的腰身 像漫带曲折 严雅好像飞鸟 像高处执着一样 建筑物都顺着地势高低而修建 结构极其对称 而且严整 辐射楼阁 曲折盘景 环绕回旋 由风帆密布 由水窝回旋 楼阁高耸 不知道它有多少怨落 长长的桥梁横毯在地坡上 天上没有云 何以会出现长龙 天桥横卧在半空 既飞雨过天晴 何以会有彩虹 高低迷雨 高高低低 迷迷满满 不知西东 分不清方向的 歌台暖响 歌台上柔和的歌声 春光融融 如春天一样 暖融融 五殿冷秀 五殿上的冰冷的长袖 风雨凄凉 这个就是七七 就是凄凉 一天之内 一宫之间 在同一个宫殿里面 在阿庞宫里面 而气候不齐 然而气氛可以不一样 飞瓶印墙 贵妃 是礼 硬就是谁家的女子 墙就是女官 王子 黄孙 其他六国的王子 黄孙 十楼下殿 十楼离开了他自己的楼阁 离开了他自己的宫殿 脸来于情 神车来到了秦国 朝歌夜旋 早上唱歌 夜里了周月 为情工人 成为了情王的宫女 明星云云 明亮的星星闪烁 开庄静夜 那是因为了 他们在梳庄 打开了他们梳庄的镜子 绿云扰扰 乌黑的头发 纷扰 那是因为他们在梳头 早晨在梳头发 渭流长粒 渭河水里面 长起了一层油粒 气滋水 那是因为他们在泼气 淹汁的洗淹水 淹邪误痕 淹气邪飞 雾气横起 焚焦懒野 那是因为他们在焚烧香料 雷霆炸起 突然一声惊响 那是公车正经过 楼阁高高低低 淋漓满满 叫人分不清南北西东 歌台上柔和的歌声 给人以春天般和暖的感觉 舞蹈上场后 随着冰冷的长袖 使人感到风雨般的凄凉 在同一天内 同一座宫中 气氛却大不相同 六国的公妃 公恶彩礼 公子王孙 离开了他们的宫殿 全被用车送到了秦国 他们早上唱歌 晚上奏乐 成为了秦王的宫女 宫中心心赏烁 那是宫女们 在打开梳妆的镜子 乌黑的头发纷扰 那是他们早上在梳发 为何的水 涨起了一层油里 那是他们泼着 带有烟汁的洗点水 烟雾腾腾 四处缭绕 那是宫中在焚烧薰衣的香药 公车经过时 向雷声忽然震响 陆路远听 隆隆的车身 远远的就能听到 咬不知其所知也 咬远远的 遥远的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一击一容 每一处肌肤 每一种姿态 静态其言 极其腐媚 态极其腐媚 言极其美丽 漫历远世 漫久久的 站立着 远远的观望 而望信念 多么希望秦始皇来宠信我 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有没有见到秦始皇的人 有三十六年了 艳造之收藏 燕国造国他们所收藏的 行为之金银 他们所经营的 齐国 楚国 他们的奇珍 一宝 几世几年 有很多世代了 也有很多年头了 飘掠其人 掠夺他们的人民 一碟如山 这些宝贝堆积如山 一旦不能保有 他们自己保不住 只能运输过来 在阿庞宫中 顶弹玉石 把顶当成了锅 把玉当成了石头 把金子当成了土块 把珠宝当成了碎石 利就是碎石 弃至离仪 丢弃 抛弃了 连接不断 还没有停止 秦人四肢 秦国人看这些 已不慎兮 也不是很爱惜 隆隆的车身 只听得越走越远 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 每位宫女的肌肤和姿荣 都抚媚妖娆极了 他们扭着腰身 站着远望 多么希望被皇帝宠信 可是有在宫中 三十六年都见不到秦始皇的 燕国 赵国所收藏的 韩国 魏国所经营的 以及齐国 楚国的金玉重器 经历了多少世代 多少年头 从他们的人民手中 强取掠夺而来 堆积得像山一样 他们一旦不能够保住 都被运到阿庞宫内来 宝顶变成了汤锅 美玉被当做了石头 金子被当做土块 灵珠被当做碎石 丢的到处都是 秦宫中的人看待这些金玉珠宝 一点有不爱惜 揭乎 这是一个汤词 揭一般都是比较优异的那一种汤词 一人之心 一个人的心 千万人之心也 也就是千万人的心 情爱奔奢 情史环呢 爱好繁华 奢赐 仁义炼其家 人民呢 也会顾炼自己的家事 奈何取之净蜘蛛 怎么去夺取他们所有的 蜘蛛就是很微小的 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都要去掠夺他 用之如泥沙 使用的时候呢 就好像泥沙一样 使腹洞之柱 这个腹就是承担 承担这个房子的房梁的大柱 多于南蒙之农夫 多过田地上的农夫 这个就是田地的意思 驾梁之船 驾在梁上的船子 这个是房 建造房子的时候 需要这个结构 船子 多于鸡上之工女 多过支部鸡上的旅工 钉头凌凌 铁钉头 如玉石散耀 多于在鸡之树立 多过在梁餐 这个鱼就是梁餐里面的 那个米粒 瓦缝撑吃 瓦块之间的缝隙 错落不齐 多于周身之薄理 多过全身穿着衣服上的纱线 直的栏横剑 直的栏杆 横的栏杆 多于九土之城锅 多过这个九州土地上的城墙 这个城锅就是说 城是内城的墙 锅是外城的墙 所以城锅就是 总的意思就是城墙 哎 一个人的心怎么样 也就会导致千万人的心怎么样 秦始皇贪图 繁华奢侈 别人也是一样会顾念自己的家事的呀 怎么搜刮别人的财宝起来 一丝一毫 也不会放过 浪费起来的时候呢 当做梨沙一样 硬让那宫殿中 铁梁的大柱子 比田野上的农夫还要多 架在乌梁上的床子 比织布机上的理工还要多 楼阁的铁金头 闪闪发光 比仓库里的树立还要多 瓦缝左一条右一条 比全身穿着衣服上的纱线还要多 那纵横交错的栏杆 比天下的城墙还要多 广玄欧雅 音域管弦就是音乐声 多么的吵杂 各种的声音同时响起来 欧雅 多么的吵杂 多于世人之言语 多过闹事上的人们说话的声音 使天下之人 使得全国的人民不敢言 而敢怒 只敢暗自的愤怒 独夫之心 这个独夫就是指着秦始皇 暴君之心 日益交雇 一天天的日 一天天的义 更加的焦痕顽固 树竹教 树就是守边 就是边境线上的 竹士兵 一声高呼 韩国局 韩国官就被攻克了 楚人一聚 楚国人一把火 可怜焦土 可惜了 鹅旁宫这里 成了烧焦的土地 呜呼 灭六国者 六国也 灭掉六国的呢 是六国自己 不是秦国 族秦者秦也 灭族秦国的呢 是秦国自己 不是天下的人 非天下也 接乎 接乎 使六国 各爱其人 假使 六国的国君 各自爱护 他的人民 则足以俱秦 那么 就可以 抗拒秦国 那广宣岳 嘈杂的声音 比闹市上的人声 还嘈杂 逼得天下的人民 不敢说话 只敢 预计着愤怒 那独贼 暴君的心 一天比一天 更骄恨的顽固 橙色武广 皆干高呼 刘邦就打进了 寒谷光 楚国人 向雨 放了一把火 可惜那 富力的 阿旁宫 变成了废墟 哎 灭亡六个诸侯国的 正是六国本身 不是秦国 闹得秦始皇 灭族的 正是秦始皇自己 并不是天下的人民 哎 假如六国的国君 都能爱护自己的人民 那么就有力量 足以抵御秦国 使秦父爱六国之人 假如 假使秦国 父又能爱护六国的人民 则第三世 可治万世而为君 那么就可以传出第三代 也可以传到万代 而且还可以继续做皇帝 谁得而逐灭也 那么谁会去 灭亡这个秦国呢 秦人不暇自哀 秦国人不暇就是没有时间 自我痛惜 自我反思 而后人哀之 而后代的人痛惜他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后代的人呢 痛惜他 可怜他 却不借鉴他 亦使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也就是后代的人呢 又痛惜后来的人 假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也能爱护六国的人民 那么就可以长治九安 传到第三代 甚至万代而继续做皇帝 谁也不会让他灭主 秦始皇没有功夫自己痛惜 而让后代的人为他痛惜 后代的人呢 为他痛惜 却也不能把他作为借鉴 这就又叫更后的人 再来痛惜 那些不惜取秦朝灭亡教训的人们啊 《阿庞公复》呢 是唐代慈父中著名的作品 表面上写的是秦始皇修阿庞公 实际上呢 是讽刺皇俊中的大修公事 这篇幅 集写阿庞公建筑之宏伟 宫里之众多和珠宝的房里 进而引出秦王朝 可怜百姓自取猎王的历史教训 结尾更是点出主题 后人挨之而不见之 亦死后人而父挨后人也 对唐王朝大兴土木 给予有力的鞭挞 父是运文的一种 父之不同于诗 主要特点在于枯成事物 父的押韵 有的聚聚押 有的格聚相押 这篇父的结构严谨 时差华丽 声率协和 朗朗上口 与整齐队友之中 杂以陕形单据 称词多变 好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